肉燥上好菜 統一肉燥料理大賽 5月27日前等你來報名 今天我們邀請金牌大廚阿兵哥 來大顯身手 提供參賽者一些做菜的靈感 美味料理POP5 糯米腸 第一步要先炒糯米 把蝦米爆香再依序加入花生 泡好的糯米一起炒 之後加入高湯拌炒 接著把胡椒粉 五香粉還有鹽 糖加入一起拌炒 好我們起鍋之前呢 放一些肉燥 把它拌開來 拌均勻 糯米餡就可以起鍋 但是要記得先放涼 待會兒才能用喔 腸衣的部分 放一點香油潤滑一下 比較好灌 然後把腸衣慢慢推到漏斗口 就可以開始把糯米餡料 塞進腸衣裡面 灌這個時候呢 千萬記得不能灌滿 灌太飽的時候 等一下下去 用蒸的也好 或者是用燙的也好 它會膨脹起來 糯米它還是生的 灌好的糯米腸 可以綁棉線來分成一段一段的 之後放到滾水中煮大概 25分鐘到30分鐘就完成啦 阿兵哥也有提醒大家 每五分鐘要用竹籤戳一下 糯米腸 不然會爆開喔 糯米腸終於可以上桌啦 零點醬油更好吃喔